第一五九一章 混沌轻敌 我是怎么做到的 那是我的事情 叶末盯着真兵鱼说了这句话后 皱着眉头 似乎在措辞下一句话应该怎么说 真兵鱼就好像知道叶末下一句话的意思一般 直接说道 你不用担心我会泄露出去 我知道你的传承不一般 如果我会泄露 就不会提醒你 注意炼体功法了 叶末点点头倒也没有怀疑 他相信真兵鱼说的是真的 不过就算是这样 叶末也打算出去后 立即离开疾风天也不会去攻华天 真兵鱼见叶末丝毫没有想说的意思 只好闭嘴 疾平法器飞行了大约半炷香后 叶末忽然停了下来 他的神识已经扫到了风提罪尔 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 和风提罪尔在一起的至少还有三名修士 这四人似乎修为都没有被压制 或者说都有密法克制这种修为的压制 此刻在这四人前方是一个圆形的小湖 而小湖的中间却有一座极高的山峰 吉星泽里面本来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加上这山峰更是被烟雾缭绕 如果叶末不是有神识的话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 但是叶末的神识看清楚后 立即是一阵阵的激动 他差点就要冲上去抢夺了 因为那山峰靠近顶端的不远处 有一块凸起的芽石 而那芽石的底部 有一株一人高的青色仙灵草 那正是混沌轻敌 好在他最终克制住了自己 那边包括风提罪尔在一起的 有四个人 风提罪尔的修为叶末看见了 就算是被压制了 在这吉星泽里面也不会比他差 更何况那家伙还是先涅体 而那三个能和风提罪尔对峙的 显然也不是一般的人 更何况风提罪尔 肯定是这三人中的其中一个叫过来的 这就是说如果他要冲上去 至少要面对两个风提罪尔 甚至是四个人的围攻 就算是叶末再有本事 也不敢这样做 他在这里修为没有受到影响 岂能知道别人就一定受到影响了 叶末控制飞船 反而换了一个方向 又是十几分钟后 叶末再次找到了一个荒草遍地的小山丘 直接将飞船落进去 真兵渝见叶末又一次 将飞船落在这种角落 他立即就皱起了眉头说道 你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放心 我对你那皮囊没有什么兴趣 如果你要走的话 就请便 叶末又是这句话 动不动就是这句话 真兵渝无语地摇了摇头 并没有接口 只是在一边闷声不响地 看着叶末不知困阵 不知隐秘阵法 你要在混沌星域试炼多久 叶末忽然问道 他虽然巴不得真兵渝受不了他的话 马上就走 可是他也担心 真兵渝会在他之前离开混沌星域 真兵渝冷眼看了叶末一下 这才说道 我至少要到悬仙巅峰出去 可能百年可能千年 你不用担心我会先出去 暴露你身上有秘密 况且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秘密 我只知道 你得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传承而已 叶末见自己的话刚刚问出来 就被真兵渝知道了 是什么心思 却也并不在意 这种事情 他必须要问清楚 否则他不介意给这个女人下点静止 你会待多久 让叶末奇怪的是 真兵渝忽然反问了一句 他的印象中 真兵渝除了劝说 他要将精力放在修炼当中外 从来都没有问过他别的私事 叶末沉默了片刻说道 或者我也要修炼到悬仙之后再出去 以你的进度 修炼到悬仙应该比我更快一些 真兵渝这次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顿了一下 他再次说道 混沌心域一共有九层 我们现在只是第一层而已 而且越到后面 历练越艰难 很少有修饰能到第九层历练的 就算是大仙也极少 因为在混沌心域 并不是越到后面里面的东西就越珍贵 也越容易修炼 在第一层不但有很多资源 同样修炼的地方也不少 相反来说 越到后面资源并没有增加多少 而试炼的难度却增添了许多 叶末点了点头问道 我听说还有一种说法 说混沌心域有36层 这两个说法到底那个正确 甄冰玉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这两个说法哪个正确 我师父告诉我 在中天域和上天域 都有混沌心域的入口 而且同样不止一个 在中天域进入混沌心域后 也有九层 而上天域进入混沌心域后 同样是九层 所有有人将这三个九层加起来 就成了36层 那其实呢 其实没有人知道 上中下这三个天域 进入的是不是同一层 如果是同一层的话 那还是九层 如果不是同一层的话 那混沌心域 确实是36层 就算是先帝 也很难弄清楚 混沌心域下天域 进入的第一层 是不是中天域 进入的第一层 因为混沌心域太大了 就算是一层 也从未有人能走到尽头 叶末的神识 却注意到 风提罪尔和其中一个人 打了起来 他是炼体仙人 另外一人似乎可以 祭出法宝 打得周围到处崩裂 根本就看不见人影 而另外两名修士 也在对峙中 似乎随时要打起来 此时叶末明白 他判断的应该没错 这四个人 确实是因为牵制 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 暂时没有办法 去挖走混沌轻敌 明白这个道理后 叶末大势放心 这些给你 叶末取出十株六翼子灵 递给真兵鱼 这是答应他的 放在自己身上难受 谢谢 真兵鱼接过六翼子灵后 又问道 如果离开吉星泽后 我还想和你组队一起试炼 你看行不行 他对叶末 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知道叶末此人 虽然对修炼资源看得很重 就算不是他的 他也可能插手 但是此人狠手信用 而且还从不趁人之危 或者念眉 也是因为这个 才看上他的 出去后和叶末组队 这件事 他想了半天 和叶末组队 不用担心背后插刀 这是他的感觉 就算是一九分城 他也事先说得清清楚楚 第二和叶末组队 比和一个悬仙巅峰组队 还要安全 而且叶末即将涅槃 他也要晋级神境 在链体上 两个人有共同的追求 当然最主要的是 他感觉和叶末组队 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六亿子灵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之前叶末随便就给了 他十株六亿子灵 没有半分的犹豫 如果是厚黑的修士 说不定会趁机将他灭掉了 还有一个他猜测的原因就是 叶末可能找到 混沌轻敌的位置了 本来他是去追风提醉尔的 而且他走的时候 还很焦急 似乎很怕风提醉尔 走远不见了 而走了一段路后 他反而换了一个方向 到这里停了下来 布置了一个隐匿阵法 因为他的神石没有被压制 很有可能叶末的神石 已经扫到了混沌轻敌 虽然之前和叶末说好了 两人平分混沌轻敌的 可是自己到现在 没有出什么力气 万一叶末将他丢开 他也没有办法 不行 叶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真兵鱼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他的秘密太多 现在虽然还没有暴露 但是真兵鱼显然知道了 他得到的传承很不一般 更何况 真兵鱼来自大罗仙门 有一个大罗仙人师父 叶末不祥 和这种人打交道 至少现在不想 而且真兵鱼那种道心观念 和他大相径庭 这让他有些别扭 我可以带你从第一层到第四层 而且在这里面 我很多地方都清清楚楚 哪些地方是炼体的 哪些地方是修炼神石的 还有修炼仙缘的 还有哪些地方有仙灵草 我大部分都知道 更何况 我还知道 在混沌星域的第四层 有一个仙药山 那里绝对非常隐蔽 数万年前我师父去过一次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里肯定又有许多仙灵草了 真兵鱼知道叶末的心思 他有一种预感 和叶末在一起试炼 他绝对不会吃亏 是几级的 叶末立即问道 他现在最缺少的 就是五级仙灵草 和六级仙灵草 如果有这种等级的仙灵草 他绝对会晋级到六级仙丹大师 真兵鱼立即说道 从一级到六级的仙灵草都有 而且四级到六级的仙灵草更多 这个我要说在前面 那仙灵草寻常人根本就找不到 我师父告诉我 也是让我来采集一些仙灵草回去 你只能采集一小部分 那是多少 叶末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仙灵草到底多大 更不知道一小部分仙灵草是多少 真兵鱼设色道 这我也不知道 我想至少应该有几百猪吧 他确实是不知道 如果不是想要跟随叶末一起历练 他绝对不会透露仙灵草的事情 更何况他还猜测到 叶末知道了混沌轻敌的位置 既然是合作 总不能一直从叶末这里得到好处 他自己也要拿出一点 人家能和他合作的理由来 叶末沉音片刻说道 我考虑一下 说完他站了起来 对真兵鱼再次说道 你在这里等我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这个阵法相当于二级先阵 只要你不出去 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此刻真兵鱼已经肯定叶末 找到混沌轻敌的去处了 立即点头说道 可以 我肯定在这里等你 第1592章 鱼翁得利 叶末虽然相信自己的隐匿功法 但是面对风提罪尔这种大仙 他也不敢太大意 哪怕这四人的修为都被压制了 但是大仙和天仙之间的差别 远远不是金仙和玄仙之间的差距 那根本就是本质上的差别 半炙香后 叶末已经潜伏到了四人附近 他选择这个时候过来 是因为现在 这四人已经捉队打了起来 这个时候过来 是最安全的 终别硬 我们这样打下去 也不是办法 那混沌轻敌 也不是一个人能弄下来的 就算是你和风提两人赢了 又能如何 更何况 你们两人也杀不掉我和谈通 我的意思是 大家商量一下 然后看看怎么分配 一名肥胖的男子 终于忍不住出声说道 和这胖子打斗的 是一名彪悍气息 外露的灰衣男子 他听了这胖子说的话后 立即对风提罪尔说道 罪尔 韩卫尘这胖子说也不是没道理 我们再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合作 合作个屁 这胖猪想让我们兄弟打头阵 分配的时候 却要我们兄弟分配差的 简直就是做梦 风提罪尔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拒绝完了后 出手更是凌厉无比 叶末在一边已经看得清楚了 风提罪尔和彪悍气息的中别英 是一伙的 那个叫韩卫尘的胖子 和另外一名没说话的谈通 是一伙的 而且 风提罪尔和中别英 都是炼体修士 看样子都达到了仙涅体的级别 而韩卫尘和谈通 却不是炼体修士 这两人似乎通过了一种秘法 在这里面 也可以施展出来部分神通 但是有一点叶末可以肯定的 就是 这四人绝对都是大仙修为 哼 风提 你没有商量 怎么知道不行 再说了 这就算是你们赢了 凭借你们两个炼体修士 能上到那山峰上面 你们敢从湖底走 一直没有说话的谈通 冷哼一声说道 他脸很白 就算是 在这灰蒙蒙的吉星泽 也看得很清晰 我们上不去 难道你们 就可以上去了 风提罪尔毫不犹豫地反击道 叶末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山峰要上去 还不是那么简单 此刻四人打得正欢 叶末悄悄地接近了 那山峰的外侧湖边 叶末的担心却是多余的 不要说现在这四人正打的欢 就算是没有打起来 以四人被压制的修为 也很难发现它 叶末没敢寄出飞行法宝 哪怕它的隐匿修为再高 一旦飞行法宝 带起了半分的空间波动 就可能被这四人发现 那山峰外面的湖水 看起来很冰凉 也没有丝毫的温度 可是当叶末悄悄地踏上湖水后 一种恐怖到极点的温度传来 只是瞬间 就将叶末的鞋子 全部融化掉 这比起那虚空年来 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了 叶末吃了个闷亏 如果它不是神经的炼体修为 此时它不小心之下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说不定已经重伤了 它想起了之前的 那个冰冷的水潭 忽然打了一个冷战 那个水潭和这个湖一样 看不出来任何情况 但是进去后 去寒冰撤骨 结果它在水潭的里面 发现了一具老怪的枯骨 而且那水潭外面 还有四株六亿子灵 这里和那边一样 只是这里的水是炙热无比 而且这里也有一株仙灵草 甚至是比六亿子灵 更为珍贵万倍的仙灵草 混沌轻敌 这两者会不会有联系 它想到了自己 临时逃走的时候 那个枯骨传来的讯息 它说告诉自己 混沌轻敌的所在 难道那个枯骨说的就是这里 那个枯骨 是不是不想夺赦自己 而是想让自己 帮它拿回混沌轻敌 它重塑身体 想到这里 叶末身上起了 一阵阵的战力 它忽然很想冲天飞起 这个炙热无比的环形弧 给它现在的感觉 就是一个巨瘦的大口 似乎它只要一不小心 就会被这巨口吞灭 虽然很想飞起 叶末最终还是忍住了这种冲动 它稍微加快了点速度 如果这个时候飞起 那就是 等于告诉那四个家伙 这里来外人了 好在叶末担心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它没有被这壶水卷进去 否则的话 它一想到那个枯骨 就后怕不已 如果不是这里是一株混沌轻敌 就算是九级仙灵草 它也不会来冒这个险 叶末落在了山峰上面 而对面的四人 还在疯狂地打斗 看样子 四人势均力敌 谁也无法奈何到了对方 到了山峰上后 叶末正想加快速度冲上山顶 就感觉到一道道 看不见的撕裂刀芒割了过来 而且越到上面 这种刀芒越密集 也越厉害 不但如此 而且越往上走 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 那压力 似乎要将它 推到下面的湖水当中去 叶末心里暗暗叫苦 它既不能祭出八级 大顶阻拦 也无法祭出子序 只能让这些刀芒割它的身体 就算它已经是神经圆满 但是上到一半的时候 身上也到处都是伤痕 此刻叶末终于见识了 什么是刀山 这个刀山 比起当初 它在进一门的那个来 简直就是天地差距 就算是这样 叶末也不敢暴露身形 而是咬牙忍受住 这种刀山的切割 小心地往上爬 伴住香后 叶末雪痕累累地 来到混沌轻敌面前的时候 却发现 下面的四人 似乎已经停止打斗了 叶末小心地吞了几颗丹药 没有将混沌轻敌挖起 而是潜伏在一边等候 这四人似乎已经开始商量 叶末心里就盼望着 这四人不能达成一致协议 一旦这四人达成了协议 哪怕现在他在混沌轻敌的旁边 他也无法收走混沌轻敌 除非他不想活了 好在 半晌后 这四人再次打起来了 叶末暗暗舒了口气 似乎他们 在商量的时候 又发生了不能协调的意见 说不定就是那下面的圆弧 或者刚才已经有人进入湖水中 已经死了 叶末以极快的手法 收起了混沌轻敌 再次被这刀山肆虐了一遍 这才从封顶下来 又过了一次那个圆弧 说心里话 叶末对那个肆虐他身体的刀山 倒是并不害怕 他害怕的却是下面的这个炙热的圆弧 他总感觉 这个炙热的圆弧 和之前他进入的那个寒潭有联系 一想到那个枯骨 他就没有办法淡定下来 叶末以更快的速度冲到湖边后 小心地潜伏了数千米 然后快速地寄出清月 清月顿光一闪 瞬间就消失不见 不好 混沌轻敌不见了 那苍白脸色的谈通 反而是最先发现混沌轻敌不见的人 之前四人停止打斗的时候 混沌轻敌还在 这才短短的时间 竟然不见了 显然被人偷走了 混沌轻敌都不见了 现在四人根本就没有心思再打斗 怎么回事 风提醉耳皱着眉头问道 混沌轻敌对他来说重要无比 他是炼体修士 混沌轻敌对炼体修士的作用 可不仅仅是涅槃 涅槃只是混沌轻敌最大才小用的一种了 混沌轻敌还可以 让他晋级先神体 否则他也不会听到消息后 跑到这样一个地方来 现在混沌轻敌不见了 他是最焦急的 而且也是最愤怒的 能偷走混沌轻敌的人 绝对是两人 一个人无法弄走混沌轻敌 除非他的神识和仙缘都在 而且还是炼体修士 从混沌轻敌消失到现在 最多没有超过一炷香时间 这两人肯定还没有走多远 之前那肥胖的仙人沉生说道 So 风提醉耳冷声说道 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如此愤怒 从来都没有一次让他如此暴跳 他看见了混沌轻敌 竟然有人当他的面偷走了 如果让他知道 这个人是谁 他会一口一口地吞下此人的血肉 要是他知道 叶末就是跟着他来的 说不定他会气得吐血 就算是那胖子再聪明 也想不到 叶末竟然可以在吉星泽祭出清月 此时他的清月 早已在数万里之外了 真冰鱼在隐匿阵法中 却没有心思修炼 他在想着 叶末的传承到底来自哪里 叶末和秦念梅成为双修伴侣 他倒不是很奇怪 道理双修 如果心意相通的话 确实可以提高自己的修为 只是这种办法很难正道 他奇怪的是 叶末既然得到了这么好的传承 又有道理 就不应该沉迷肉欲 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才对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功法 还有一些魔修外 真正的仙人 很少有沉迷肉欲上的 他肯定叶末的功法 不是那种极少数的和欢功法 可是那天 他却偏偏看见了 叶末和风墨唇两人 从屋子里面出来 风墨唇衣衫不整 脸色还有些激动 估计就是那种事情之后的表现 而从事后叶末对风墨唇的无情 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就走了 他就明白 叶末对风墨唇根本就不是真心 既然叶末对风墨唇不是真心 那风墨唇 为什么还丝毫不顾地想要送他 风墨唇当时的动作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只是被他师父劝说下来了而已 而且风墨唇看起来很嬉笑无忌 但是真兵渝却知道这个师妹 虽然道心和他不同 却相当性恋 被人玩了一次 还会惦记 那不是他的性格 唯一的可能就是 叶末和风墨唇之间有交易 风墨唇用自己的唇阴体 和叶末换了什么东西 第1593章 组队 就在真兵渝还在想 风墨唇和叶末 有没有什么内幕交易的时候 浑身是血的叶末 却冲了进来 不等真兵渝说话 他已经迅速收起正旗 同时说道 快上飞行法宝 马上走 不用叶末说 真兵渝也知道 事情有些不对 他毫不犹豫地 上了叶末的清月 此时叶末已经收起了所有的正旗 清月带起一道清光 迅速消失不见 怎么回事 你和那个风提醉尔打起来了 真兵渝直接问道 没有打起来 不过也如果我们不走快点 等他们追上来 我们就真要打起来了 你现在来控制清月就好 我们马上去混沌星域的第二层 叶末快速地说道 他们进来的时候 花了数天时间 可是出去的时候 叶末已经将清月的速度加到最大 只是两炷香的时间 就已经冲出了吉星泽 此刻吉星泽的外围 已经没有了修士 这些修士都已经离开 或者是去寻找混沌轻敌 或者知道 希望渺茫已经离开了吉星泽 好 真兵渝是一个聪明之人 既然叶末提出让他带路 那就是叶末同意和他组队了 所以 他连任何疑问都没提 直接接手控制清月 他怕自己 如果提起疑问来的话 让叶末突然改变主意 也不是不可能 半个月后 清月还在急速飞行 就是无影霄 叶末都斩杀树枝了 而真兵渝 却还没有说到第二层了 叶末终于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第二层还有多远 再飞行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真兵渝回答道 叶末还以为以清月的速度 去第二层只要数天时间就到了 没想到飞了半个月后 还有两个月 叶末无语地看着真兵渝说道 那你怎么不早说 他身上被刀芒割开的伤 虽然已经好了 可是衣服总要换掉吧 而且他采集的那些六亿子灵 也需要去今夜世界重新整理一下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 叶末感觉清月速度太慢了 他想用无影霄的主语升级一次 本来他还打算去混沌星域第二层 再说这些事的 既然现在到第二层还有这么远 他只能先将这些事情做了再说 既然是合作 我当然要听你的 你没有问我 我以为你只要带路了 真兵渝理所当然地说道 叶末愣了一下 他可没有同意合作啊 他只是说让他考虑一下 本来他的意思是 让真兵渝带到第二层后 将部分混沌轻敌给了他 然后两个人分道扬镳 对那个仙药山 叶末确实是很想去 可是叶末已经想明白 就算是不去仙药山 再混沌星域 以他的本事 想要找到一批五级仙灵草 还是可以的 现在他身上 就有近百株六亿子灵了 所以这个目标并不是很困难 直到现在真兵渝这么说 他才明白真兵渝的意思 自己之前没有说 他就故意当成自己默认了 叶末转念一想 合作也没有关系 反正他 除了收集仙灵草外 就是修炼 修炼的时候 他会布置阵法 以真兵渝的修为 也看不出来 再说了 现在真兵渝知道他的一些秘密 让他单独离开他还不放心 更何况 还有一个仙药山做补偿 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等调整好了 我们再去混沌星域的第二层 叶末点点头说道 真兵渝虽然说话的时候 平淡清冷 心里却是紧张无比 他就怕叶末当场拒绝 一旦叶末拒绝 他还真的不好再提起这件事 其实 如果用他的飞行法宝 根本就要不了两个月 他没有提醒叶末 就是想浪费的时间越长 叶末越不好拒绝 现在叶末这么说 显然就是同意了 他立即就应了一声 将清越换了一个方向 只是两炷香的时间 真兵渝就找到了一处 极为隐蔽的山谷 清越进入山谷后 转了几个圈来到了深处 这里不错 就在这里开辟一个洞府 叶末指着山谷中 一处小山说道 真兵渝和叶末 都是先元力 和神石深厚的仙人 两人开辟一个洞府 简单至极 只是一炷香时间 简单的洞府就已经完成 洞府里面被开辟出两件十事 叶末在洞府门口 布置了一个防御阵法后 第一时间就是取出了混沌轻敌 混沌轻敌 你真得到了 真兵渝语气都有些颤抖了 这种稀释之物 叶末还真的得到了 如果没有亲眼看见 他完全不敢相信 哪怕他猜测到 叶末去弄混沌轻敌了 现在混沌轻敌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还是震惊无比 这么一株混沌轻敌 要分一半给真兵渝 叶末虽然有些不舍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我们将混沌轻敌分了 叶末很是干脆 既然之前就同意了 那就没有必要去磨蹭 真兵渝摇了摇头说道 我只要一根小枝就可以了 混沌轻敌我并没有出力气 只是告诉了你这个消息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这东西 对我太重要了 我连一个小枝都不会咬 叶末确实有些疑惑地 看着真兵渝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这么自觉了 她主动少要 叶末当然不会客气 这东西又不是大结果 不等叶末再说话 真兵渝又说道 你现在不用给我 混沌轻敌和别的东西不同 这东西要涅槃的时候用最好 等我涅槃的时候 你再折下一根小枝 给我是最好的 叶末听到这话 心里却是一动 真兵渝可以用一个小枝涅槃 那自己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 那混沌轻敌 还可以继续留在今夜世界 看样子 我也只需要用一个小枝涅槃了 混沌轻敌 还可以继续栽起来 叶末点点头 表示了同意 真兵渝摇头说道 用一个小枝涅槃固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练体晋级更高的层次 我建议你 还是用整株混沌轻敌 说完 真兵渝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要练体涅槃 他真的不想要 叶末这株混沌轻敌的小枝 练体涅槃选择混沌轻敌是最佳的 可是整株的混沌轻敌 和少了一个小枝的 还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不同开始看不出来 只有到了最后关头 才可以体现 那个时候 除了自己外 无人可以帮他 不过真兵渝也知道 就算是自己不要小枝 叶末也无法到达那最后关头 如果练体也能修炼到圣体的话 那仙界有史以来 就不会只有一人了 不要说圣体 就算是仙神体 仙界也只有寥寥几人而已 甚至还无法达到巅峰 真兵渝道心坚定 他没有出任何力气 就要混沌轻敌这种稀释宝物 已经心里有些不安 如果再要半珠的话 他很难说服自己 虽然他知道 只用混沌轻敌的一根小枝涅槃很危险 他也无可奈何 那好吧 叶末点点头 进入了自己的时势 他不认为真兵渝说错了 虽然自己练体的时间比真兵渝长 可是人家的经验和知识 绝对比自己丰富 来到自己的时势后 叶末怕真兵渝再次闯进来 不但布置了隐秘和屏蔽阵法 还布置了防御阵法 将这些都布置完成后 叶末才进入了今夜世界 将自己清洗一遍 换了一套衣服后 叶末第一时间 就是将所有的六亿子灵 重新移栽到仙灵草药园 再将混沌轻敌 也栽在了今夜世界 今夜世界现在的好东西越来越多 叶末也很是满意 自我陶醉了好一会 这才取出清月和十队无影霄主语 一路上 他已经斩杀了十八只无影霄 无影霄的维羽也弄到了十八队 之所以舍得拿十队出来 是因为真兵渝说在混沌星域第二层 无影霄的等级要高出很多 而且速度也是快出了很多 他已经打算好了 去第二层继续猎取无影霄 半个月后 叶末浪费掉了所有的炼器材料 成功将清月改造成了 三品初级飞行仙气 叶末浪费掉了十队无影霄 这种无影霄的主语 已经可以炼至最低的 中品飞行仙气了 可惜的是 叶末的炼器水平太低 现在提升到三品仙气师 已经是到顶了 叶末再次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使用搅魂藻 淬炼了一下自己的神石 这才收起了阵法 离开了时事 你没有修炼 叶末看见坐在时事外面的真兵渝 疑惑地问了一句 如果让他不修炼 这样坐一个月 实在是太难受了 没有 如果可以走了 我们就去第二层 找一个炼体的地方 你现在有了混沌轻敌 可以选择地方去涅槃了 而我也需要晋级神经 真兵渝还是面容清冷 语气冷冰冰的 也好 叶末点头说道 到了惊险后 想要提升修为太艰难了 动辄数千数万年 如果不是他有时间震盘 他到现在 可能连真元都没有完全转化 更不要说惊险了 既然修为难以提升 那只有炼体涅槃后 才能提高实力 如果他现在已经是仙涅体 那就算是一个悬仙中期 他也可以硬拼了 第1594章 星域的炼丹小滩 用你的飞行法宝吧 速度快点 两人出了洞府后 叶末没有祭出清月 现在既然是合作 那当然是要用 真兵渝的飞行法宝 再怎么说 这个女人的飞行法宝 也比他的好 真兵渝倒是没有拒绝 点头后 立即就祭出了一朵彩云帐 你的飞行法宝 和防御法宝是同一个 叶末知道这彩云帐 是真兵渝的防御法宝 没想到 也同样是他的飞行法宝 没错 真兵渝点头说道 这彩云帐 是当初我师父用的 现在就传给我了 想到那个叫 扬染的大罗女仙 叶末顿时无趣 他忽然想起了 当初那个蓝衣卫仙 不知道那个女人 是不是也是这样 彩云帐 虽然只是一个四品飞行仙器 但总是属于 中品飞行仙器的范畴 可是叶末发现 这彩云帐 是比升级后的清月快 快的却一样有限 一个半月后 叶末和真兵渝 来到了混沌心域 第二层的入口处 让叶末惊意不已的是 这第二层的入口处 竟然有一个小小的方式 至少有上万的修士 在这里来来往往 有的在方式中交易了 然后进入第二层 有的交易后 再次回头离开 看着那标价 简直犹如天价一般的丹药 还有法宝 叶末心里火热起来 他有些歉意地 看了看真兵渝说道 兵渝师姐 不大好意思 我要在这里摆摊炼丹 如果你等不急的话 你就先进第二层 我不急 真兵渝淡然说道 显然打定了 注意要跟着叶末一起 叶末不清楚 真兵渝的想法 他甚至有些怀疑 这个女人对他的功法 还没有死心 不过只要他防备点 总不至于吃了一个女人的亏 想到这里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帮我的忙吧 看见叶末和真兵渝 两人试作飞行法宝过来 很多仙人都主动让在了一边 在混沌星域 能在空中飞行的人 绝对不是简单之辈 招惹这种人 就是找死 无影霄的厉害 不是飞行法宝上的 减防御阵法 可以阻拦的 无影霄可以轻易穿越 一级防御仙阵 高级的无影霄 甚至可以穿越 二级和三级的防御仙阵 而大部分的飞行仙器 都是下品飞行仙器 防御仙阵 最多只有九级灵阵 就算是中品飞行仙器 一般的防御仙阵 也不会超过二级 这也是为什么 好的飞行仙器紧缺了 再好的仙器大师 也不能让自己的 炼器水准 和阵法水准 同时进步 有的仙器师 明明达到了大师的水准 可是炼制仙器的时候 刻画的阵法 将他炼制的仙器水准拉下 叶末想摆摊 是想收集五级 甚至六级仙灵草 他的炼丹传承虽然厉害 可以要仙灵草去试验 没有仙灵草 再厉害的炼丹传承 也是假的 叶末寄出自己的 极品真器别墅 有在别墅的外面 布置了一个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 炼丹 可以炼制三瓶以下仙灵 质量绝对一流 价格如下 一株四级仙灵草 带炼一炉仙灵 一株五级仙灵草 带炼两炉 一株六级仙灵草 价格免疫 以上能炼制的 都是三瓶以下仙灵 本人炼丹 不收仙精 令仙灵草自备 就算是在仙城 仙灵师紧缺无比 一株四级仙灵草 可以带炼的三瓶以下仙灵 也不止一炉 五级仙灵草带炼的仙灵 更不会直直两炉 叶末这种做法 完全顶级价格 不过就算是这样 依然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在广袤无边的混沌心域 四级五级 甚至六级仙灵草 是经常可以找到的 运气好的话 甚至可以找到一棚 可是丹药却不会凭空出现 在混沌心域 第一层历练的仙人 大部分都是大仙之下 三瓶以下的丹药 对他们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相反来说 与其将四级仙灵草 放在戒指中长眉 还不如拿出来炼丹 再说了 这个简易的方式 都是一些路过的仙人 临时摆放起来的 摊主更是流水一般 走了一茬又一茬 这些摊主都是来历练的 三瓶仙灵师极难遇见 现在更是一个都没有 就算是偶尔遇见厉害的炼丹师 大多也只是能炼制二品仙灯而已 你真的可以炼制三品仙灯 一名玄仙初期的修士走过来 先看了看边上的真兵鱼 这才谨慎地盯着叶末问道 牌子上写得很清楚 玄元丹也可以炼制 当然 叶末回答得很简洁 但是却更有说服力 如果是勉强才能炼制三品仙灯 或者是不能炼制三品仙灯 肯定会用一大篇话演示 可是叶末却多一个字都不解释 好 我相信你 我想你应该已经是三品仙灯师了 想要收集四级仙灯草 准备晋级四品仙灯大师吧 那名玄仙初期的修士 问了几句话后 反而对叶末更有信心了 叶末微微一笑 朋友好本事 连这也看得出来 真兵鱼在边上无语地摇了摇头 这是人就看得出来 这也要好本事 他还真的不知道 叶末本来连四级仙灯草都不想收的 可是如果他不收四级仙灯草的话 那可能就会暴露他已经是四品仙灯大师了 这种傻瓜事情 叶末才不会干 一个三品仙灯师虽然珍贵 却还不会有什么大能关注 可是一个四品仙灯大师 那关注的人可就多了 再说 等他晋级大仙的时候 四品仙灯也是需要的 我这里有一株五级的双叶兰 想要请你炼制两炉玄元丹 这玄仙修士说完 先拿出两炉玄元丹的材料 并没有取出双叶兰 叶末知道 这人是想看见丹药的时候 再给双叶兰 倒也不在意 他带着玄元丹的材料 进入了别墅 只是半炉香多点的时间 叶末就已经走了出来 取出两个玉瓶地给 等在这里的玄仙修士说道 丹药已经炼制好了 你检查一下 如果确认无误 那就将双叶兰给我 这玄仙修士疑惑地看着叶末 两炉玄元丹 这么快就炼制好了 就算是炼丹大师 也不过这个速度吧 真兵渝也疑惑地看着叶末 他见过叶末炼制玄元丹 当初和公孙止玉比赛的时候 两人都是炼制的玄元丹 那可是两炉香的时间啊 怎么这现在半炉香多一点 他就炼制了两瓶 竟然是清一色的上品仙丹 那玄仙修士 打开玉瓶看了看后 震惊地叫了出来 随即他毫不犹豫地 取出双叶兰 递给叶末说道 朋友好本事 如此短的时间内 竟然炼制出来的 都是上品仙丹 强 太强了 周围本来就在等着结果的仙人 见状纷纷取出仙灵草 要求叶末炼丹 叶末心里大喜 这个办法 可真是屡试不爽 上次在黑卢森林 他就因为得到了大量的仙灵草 晋级了三品仙丹师 后来晋级到了四品仙丹大师 看样子 在这里留下几天 晋级五品仙丹大师 也不是多困难的事情 真兵鱼却完全明白了过来 他知道了 师父当初的猜测是正确的 叶末绝对不是三品仙丹师 他以一枚中品仙丹赢公孙止玉 哪里是巧合 根本就是故意的 好在他还知道轻重 没有说出来帮人炼制四品仙丹 否则的话 他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看见叶末太忙 真兵鱼主动站出来 帮助叶末收集仙灵草 心里却在想着 什么时候请叶末帮忙炼制一炉太乙丹 还有就是 自己的十一珠六一子灵 也要变成丹药才行 想到这些 真兵鱼愈发觉得自己的决定正确 和叶末组队 不丹丹是安全的问题 还有炼丹这种巨大的好处 两天后 叶末的丹药摊子生意 反而越来越好 叶末炼丹速度虽然越来越快 他却不敢做得太过分 而且他不敢炼制一枚特等丹药出来 一旦特等丹药炼制出来了 那就意味着 他一步已经踏入炼丹大师了 这种厉害的仙丹师 已经好多年没有遇见了 我在这里已经数十年了 只有几年前来的一个信念的三品仙丹师 才有这种水准 不过我感觉 这个仙丹师比信念的还要厉害许多 你说的那个丹师我也知道 他去第二层了 确实很了不起 只是他炼丹没有这个仙丹师快 也没有这个橙色 叶末刚刚走出来 就听见了几名仙人在一边的议论 此时他已经在这里炼丹七天了 四级和五级仙灵草已经收集了不少 虽然没有六级仙灵草 但是叶末肯定 这些五级仙灵草 已经足够他晋级到五级仙丹大师 只要到了五级仙丹大师 他就可以炼制血一丹 因为血一丹的辅助灵草 他也收集到了 你们说的那个姓燕的叫什么名字 叶末突然想起了秦念梅的那个心上人 随即出口问了一句 叶末看起来只有精先初七 可是人家是一个顶级的仙丹师 没有人敢不尊敬 现在他问话 边上的那人连忙说道 他好像叫燕旭涛 不过他只是炼制了几天时间 就去混沌心域第二层了 第一五九五章 陆正群的动作果然是他 叶末点了点头 然后抱拳说道 各位我要去混沌心域第二层了 炼丹就到此结束 周围立即就响起了一些不舍的声音 叶末炼制的丹药橙色 可以说是上家 就算是明知道他最后还是会走 但周围的人还是感觉到有些不舍 冰玉师姐 你怎么在这里 你也是来试炼的吗 一个清脆惊喜的声音响起 一名清秀女子 急步走了过来 在他的身边 还有一名男子 却已经是玄仙初期了 而那走过来的女子 才是金仙圆满修为 是的 上晚师妹应该也一样吧 真冰玉点点头说道 却并没有眼前这个金仙女修的惊喜 不过脸上的清冷 总算是稍微融化了一些 是啊 是啊 真是没有想到 能见到冰玉师姐呢 冰玉师姐都已经是玄仙了 我还在金仙圆满徘徊 上晚说到后面 叹了口气 眼里有些失落 但她的失落 很快就消失不见 转而又开心地说道 冰玉师姐 看见你就最好了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试炼 对了 我和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师兄廖南冲 师兄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真冰玉师姐 来自宫华天大罗仙门及剑门 冰玉师姐 她是 咦 上晚刚想问叶末是谁 就看见了上方叶末 还没有来得及收起来的招牌 随即说道 这位师兄是一个仙丹师 他叫叶末师兄 完全是看在了真冰玉的面子上面 叶末修为比他要低 因为真冰玉从不和南修一起 现在和这个南修一起 说不定有古怪 是的 他叫叶末 是一个散修 同时也是一个三品炼丹师 真冰玉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 以后我们一起试炼 可以请叶师兄帮忙炼丹 商丸显然不是那种有心思的人 说话简单明了 也没有多想 人家愿不愿意帮他炼丹 早闻冰玉仙子的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 廖南冲抓住机会 向真冰玉问好 眼里带着一些欣赏 显然真冰玉的美貌 和无双身材 让他赞叹 真冰玉虽然冰冷 却也没有到不理采人的地步 廖南冲问候 他也回了一礼 只是真冰玉没有向叶末介绍商丸 叶末也没有问 这本来就和他没有关系的 叶玉师姐 现在我们一起 组队进第二层吧 我一定要进击到悬仙再出来 商丸再次重复了一句道 叶末听到商丸这话 立即就明白了 这个女人是一个心思简单 没有半分心机之人 一定要进击到悬仙 这不是表明了 他身上肯定有三品仙丹悬名单吗 如果是他一个人出去 就凭借他这句话 等他进入混沌心域的第二层 就有许多的金仙要打他的注意 悬名单可以提供 金仙圆满进击悬仙 是金仙最渴求的仙丹之一 不等真冰玉拒绝 商丸就自来熟地对叶末说道 叶师兄 我叫商丸 来自月横天 叶末听到月横天这几个字 心里就是一惊 他现在对月横天敏感 任何来自月横天的东西 他都会很在意 听到商丸来自月横天 叶末立即笑着说道 我来自宫华天 不过 我只是一个散修呢 我的师门是月横天的大智仙门云河仙门 你和冰玉师姐 如果去了月横天 一定要去云河仙门啊 我听说月横天很大 而且月横天的天主 都是卫仙了呢 没有 你听谁说的 还是大罗仙的巅峰吧 不过露天主晋级卫仙 应该要不了多久了 现在他广邀各大天狱可以推算的仙人 听说他要推算月横天狱的器语 叶末听到这里 心里一惊 推算 这王八蛋肯定是在寻找自己的根脚 想到这里 他连忙问道 那推算结果怎么样 现在还在起祭坛 据说这个推算 至少需要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也不稀奇 商丸并没有想太多 直接回答道 真兵渝和廖南冲面面相去 他们想不到 叶末和商丸竟然一见如故 真兵渝立即就反应过来 叶末有这个嗜好 似乎喜欢长相清秀的仙女 他之前在极箭门 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难怪封莫纯会对他不依不舍 看他和商丸说话的那种温和的样子 现在让商丸送给他吞了 估计商丸也会同意 廖南冲却皱了皱眉头 脸色有些不渝 他倒是也很想 和真兵渝多说几句 可是真兵渝完全没有和他说话的心思 反而看着叶末 似乎在等着叶末找他说话 好一会后 他看见叶末和真兵渝还在叽叽喳喳 只好打断了叶末的话问道 第二层现在要不要去 要 当然要 叶末回过神来 知道真兵渝可能有些怀疑了 连忙点头 好啊 兵渝师姐 我们一起去吧 我和叶师兄也很说得来呢 商丸连忙说道 见叶末都没有反对 真兵渝只好点了点头 四人一起走向进入混沌星域第二层的入口 叶末虽然不会和商丸 廖南冲一起试炼 不过一起走一段路倒是可以的 他还有一些问题 要询问商丸 混沌星域的第一层到第二层 同样有屏障 只是这个屏障很简单 只要是精先修为都可以撕裂开来 进入第二层后 叶末没有感觉到 比第一层有什么变化 只是重力变大了不少 见叶末还在不厌其烦地 询问商丸各种问题 真兵渝实在是有些无语了 如果不是他想要和叶末合作试炼的话 他早就一个人走了 不要说真兵渝和廖南冲 就是商丸到了后面 都感觉到了有些不对 叶末似乎和他走得太近了点 而且问的问题 显然是没话找话 比如陆正群住在那个仙城啊 陆正群修炼多少年了 比如说 月恒天势力最大的 是哪些门派 这些门派是不是会听天主的话 至少在商丸听来 这些都是没话找话说 商丸虽然知道 叶末好像对他有好感 却也并不反感叶末 不说叶末是一个仙丹师 而且为人看起来 也亲和无比 说话没有半分仙丹师的傲慢在其中 更是懂得尊敬人 所以 他知道叶末的话似乎在讨好他 却依然说得津津有味 玩儿 你过来一下 廖南冲实在是忍不住了 甚至连师妹两个字都省略了 直接叫南宫晚过去 什么事情啊 师兄 我在和叶师兄说话呢 商丸连头都来不及回 又滔滔不绝地 向叶末介绍起来 月恒天第一仙城 丰刚仙城的各种规矩 还有天主府 在丰刚仙城的哪个位置 叶师兄 你很喜欢我们月恒天吗 商丸哥哥一笑说道 叶末心里一惊 知道自己心切了 如果再问下去 说不定他会感觉到 自己很关注陆正群 明白这个后 叶末连忙呵呵一笑说道 不是 我对每个天狱 都很想问得清楚 对了 你们云河仙门在什么地方 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大的仙城 你帮我介绍一下 感觉到自己对丰刚仙城 太过关注了 叶末赶紧问了其余几个问题 就在叶末以为 自己问得差不多的时候 真冰雨有些忍不住了 他看了叶末一眼说道 叶末 你还要不要去试炼 对了 我要去别的地方试炼了 婉师妹 我们后会有期啊 叶末正想走的时候 真冰雨叫了他一句 连忙想商婉告辞 冰雨师姐 不是说我们四个人 组队一起试炼吗 商婉疑惑地 看了看真冰雨问道 真冰雨眉头微醋说道 商婉师妹 我和叶师弟 还有些别的事情 暂时不能和你们 一起去试炼了 我们先走了 以后再见吧 哦 商婉遗憾地看了看叶末 他感觉和这个叶师兄 很说得来 无论他说什么 这个叶师兄 都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听众 时不时插个一两句 让他解释一下 给了他很大的满足感 从他的内心来说 和叶末一起去试炼 那是最好不过的 可惜的是 冰雨师姐似乎有些吃醋 怕自己撬走了叶师兄 不过冰雨师姐 肯定想得太多了 自己对叶师兄 也只是有些好感而已 如果真冰雨知道 商婉这个情商白痴 会这么想 说不定会当场 吐出一口血来 看见叶末和真冰雨离开 廖南冲暗自愈了口气 那个叶丹师太无耻了 有真冰雨这种仙女相陪 竟然还糊弄碗师妹 叶末坐在真冰雨的 采云帐上 眉头紧锁 陆正群竟然寻找 推算仙人到处找他 由此可见 这混蛋 也肯定也在寻找 去落月大陆的办法 一旦被他找到了 去落月大陆的办法 末月之城怎么办 此刻叶末感觉到 自己如此渺小 知道对头在什么地方 可偏偏没有实力 去动人家 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 到处寻找自己的踪迹 叶末愈发感觉到 自己的时间紧张起来 如果等陆正群 推算到他在混沌心域 而他的修为 依然没有提升的话 他就危险了 第1596章 火灵涅槃 看见叶末皱眉不语 真冰雨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也是地 你刚刚得到混沌轻敌 又有如此好的传承 我觉得 你不应该将精力 放在这种事情上面 叶末知道他和真冰雨 根本就没有半分共同语言 也懒得解释 直接说道 我就喜欢皮囊之事 这不用你管了 你直接带我去练体的地方 我要准备涅槃 真冰雨摇了摇头 懒得再劝叶末 不自觉地 却加快地采运杖的速度 一个月后 叶末又斩杀了八只无影霄 这才来到了一片暗红色的树林 这是什么地方 叶末疑惑地问了一句 他手里的预解 并没有关于混沌心域第二层的介绍 封末纯的哥哥 也只是在混沌心域的第一层试炼 并没有来到第二层 这里就是心域火灵 越到里面温度越高 火灵的中心处 就算是仙灵体的炼体仙人 也承受不住 而且 在这火灵的深处 还有火芒 火芒看不见 一不小心 就会重伤 你要涅槃 在这个地方 是最好不过的 真冰雨仔细地介绍道 叶末点头表示明白 看样子 和这个真冰雨组队 倒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少在这个火灵涅槃 他很满意 涅槃源自远古凤凰家族 而凤凰家族的祖先 第一次涅槃 就是在火中 见叶末满意 真冰雨继续说道 如果是我一个人 要来到这个地方 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 在混沌星域的第二层 不但不能在空中飞行 同样的在地面 行走也有危险 这里有一种杀机 叫悬沙虚空 如果修士 一旦不小心进入悬沙虚空后 只能被卷入不知名的空间 最后消失无踪 而悬沙虚空 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律 甚至突然出现在你的脚下 你还不知道 叶末约了口气说道 谢谢了 要是没有你带路 我确实找不到这里来 我们进去吧 真冰雨放慢了 采云杖的速度 冲进了星域火灵 一天后 真冰雨收起了 采云杖和叶末 落在了红褐色的地上 这里的温度 对于普通仙人来说 已经是无法忍受的了 如果真冰雨 不是炼体王镜和玄仙修士 他一样的不能忍受 两人又走了一段路后 真冰雨已经有些忍受不住了 他身上的 已经汗水淋零 衣裙全部贴在了身上 更是显露出凹凸美妙的身材 见叶末看向他 真冰雨淡然说道 你不用看着我 也不必用和伤婉说的那些话来和我说 我不会和你做那种事情的 叶末同样淡然说道 你不是说 自己的身体 就是一副皮囊吗 之前你也很大方啊 现在你这么热 为什么不将皮囊的衣服脱下来 这里的热是衣服脱下来 就可以解决的吗 更何况 我觉得你说的对 就算是皮囊 那也要顾及一下世俗的廉耻 所以 你也别想我再在你面前脱衣服 真冰雨冷淡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叶末愣了一下问道 他什么时候让这个女人 不要随便脱衣服了 这人随便脱衣服关他什么事情 真冰雨更是冷笑一声 这次连话都不回答了 他认为 他知道叶末的心思 虽然没有鄙视叶末 却对叶末的这种修仙意志大是失望 一个连肉欲都看不开的仙人 如果遭遇了真正的情观 他会如何 灰飞烟灭而已 在走两炷香后 真冰雨停了下来说道 我就在这里练体 你可以再进去一点 叶末估计 真冰雨亡静也只能到这里而已 他点点头 没有管真冰雨再次向火灵深处走去 又是一炷香后 叶末停在了一处 由四株褐色巨树组成的空地中间 这四株巨树就好像四个方位一般 不偏不倚地将这空地包围住 而空地中更是炙热的烟气纵横 时不时几道看不见的火芒呼啸而过 带起了一阵阵撕裂虚空的声音 当叶末停下来后 这里的炙热烟气 直接将叶末身上的衣服 全部化成了飞灰 连护甲也没有留下 叶末知道到这里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这里就是他涅槃的所在 看不见的恐怖炙热火焰 将叶末团团包围起来了 就算是叶末的头发 都在这瞬间完全化成了飞灰 火灵中的火焰 炙烤着叶末的身体 带起一道道痴痴的响声 比刀刃割裂的声音还要刺耳 叶末浑然不顾 只顾运转着炼体功法 不断地尝试着血肉涅槃 随着叶末炼体功法的运转 更多看不见的火焰 纷纷席卷而来 而原来稀疏的火芒 也密集起来 就算是在星域火灵中 看不见的火焰 经过无数年的沉淀 也有了些许的灵质 或者是说 有了一些本能的反应 更何况 叶末在这里灭盘 需要聚结仙灵器 这些仙灵器聚结到叶末这边 火芒就越发密集起来 无数的火芒 打在了叶末的身上 叶末神经的炼体防御 开始溃散 一道道血剑喷涌而出 但是这些喷出的血剑 很快就变成了虚无 叶末始终运转着炼体功法 控制着自己身体的淬炼 从血肉到筋骨 当叶末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再也无法承受 那种恐怖的撕裂之时 他毫不犹豫地 从混沌轻敌之上 断去一个较大的粗脂 然后将整株的混沌轻敌 融入到血肉之中 原本肝和哭泣的血肉 遇见了混沌轻敌 再次涌现出无限的生机 血肉和精血 再次重生 再次淬炼 到了最后 就是叶末的原神 都和血肉重新融合在一起 犹如一个重新形成的 新生命一般 甚至连头发也缓缓地 开始生长 而在这火灵之中 丝毫没有被火焰毁灭 此刻的叶末 完全进入了沉睡阶段 甚至整个身体都漂浮起来 悬浮在了这四棵巨树的中间 叶末不知道 涅槃还会这样沉睡下去 如果他知道的话 就算是拼命 他也会布置一个防御阵法 炼体功法到了最后 根本就不需要 叶末主动去运转 自动沿着叶末新生的经脉流转 线缘力 从筋骨到经脉 从经脉到血肉 如此往返周天 一种肉眼 看不出来的强大气息 渐渐地也在叶末的身体中蔓延 然后缓缓将叶末笼罩起来 到了最后 叶末的体表 形成了一道道淡淡的雾气 而火灵中恐怖的炙热 依然不断地涌了过来 那雾气却始终不散 依然环绕在叶末的周身 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时间过去了 叶末却没有丝毫醒过来的趋势 只是体表的雾气 越发稀薄起来 真冰于心走动了几步 半年时间 他炼体竟然进击到了神境 本来他打算好了 花十年左右进击神境 再用几十年的时间 将自己的炼体修为 沉淀到神境圆满 然后也在这个地方涅槃的 他没有想到 区区半年时间 他就进击神境了 叶末给的炼体功法 实在是太逆天 他肯定就算是在仙界 甚至再上十一天 也没有如叶末这样逆天的炼体功法 看着自己更为光滑 犹如凝脂一般的白玉肌肤 真冰于却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自己进击了神境 对于肌肤的好坏他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如果进击神境后 他的肌肤会变成干树皮 他一样会选择进击神境 而不会选择肌肤的美白 不过他很清楚 炼体到最后 只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完美 而不会越来越糟糕 虽然在他的眼里 肉体只是一个皮囊 就算是有一天 他的皮囊消失了 他只剩下元神 他也不紧张 但是如果 能让炼体修为晋级 又能让自己的皮囊 看起来并不难看 他当然不会拒绝 不知道他有没有涅槃成功 真冰于男男自语了一句后 取出一套衣服 穿在了身上 他觉得自己 似乎受到了夜幕的一些影响 哪怕是一个皮囊 也是自己的隐私 自己看的 不重视一回事 但是既然世俗都是那样 他何必要标新立异 只要自己心里不在意就行了 真冰于修为比夜幕高 现在也是神经的炼体修为 勉强能和夜幕神经后七香比较 他在火灵中 行走了一炷香多点的时候 就看见了悬浮在四株火树中间的夜幕 夜幕体表 好像还有一层淡淡的薄物 先灵气在他的身边悬绕 显然他此时涅槃还没有成功 涅槃还会沉睡过去 真冰于疑惑自言自语了一句 又走进了夜幕几步 只是他刚刚接近夜幕 比周围更为恐怖的炙热火焰 眨眼间就将他的衣服化成了飞灰 真冰于看了看赤裸悬浮在空中的夜幕 再低头看了一下自己 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真冰于很快就想起了夜幕说的话 他说过 他的道心和自己不同 一旦此时夜幕醒来 说不定又会发飙 真冰于想到 夜幕骂他白痴的时候 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害怕 谁知道这个时候 夜幕醒来会对他做什么 这人不但沉迷女色 而且还是一个疯子 如果他不是疯子 就不会单独一个人 横渡天域虚空 如果他不是一个疯子 就不会在那个仙灵体的炼体大仙手里 抢夺混沌轻敌 第1597章 晋级仙灵体 这人不但沉迷女色 而且还是一个疯子 如果他不是疯子 就不会单独一个人 横渡天域虚空 如果不是一个疯子 就不会在那个仙灵体的炼体大仙手里 抢夺混沌轻敌 真冰于想到这里 竟然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 赶紧退了开来 等到了影响不到他的地方 赶紧换上了一套新的青花衣裙 这才继续一边炼体 一边等候叶末醒来 又是三天过去后 叶末感觉到 石海中一片清凉 他呼地睁开了眼睛 一种强大更自如地感觉涌上心头 似乎他的肉体和灵魂 都全部融合到一起去了 神石和先缘力 都是大幅度上升 涅槃成功了 叶末惊喜地翻身站起 随即看了看自己肌肉拱起的完美身躯 心里涌起一阵阵的满足感 更让他惊喜的是 他不但涅槃成功了 而且神石和先缘也大幅度增加 现在已经是金仙中期的巅峰了 只要再进一步 就是金仙后期 原来当初我之所以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是因为我的肉身还不够强大 仙涅体果然和神经有极大的区别 那种难以言表的舒适感觉 让叶末满新的欢喜 而之前这里恐怖的温度 还有那些密密麻麻的火芒 现在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团打在身上的棉花 强大的感觉 果然是好 叶末一声长笑传了出去 抒发心里难以表述的兴奋 此时就算是在和那个悬仙中期修饰打斗 他有把握不用阵法 就可以斩杀了那个悬仙中期 叶末长笑 恨不得立即找个人 分享自己的欣喜之情 炼体的涅槃重要性 对叶末来说可以比你晋级未先 他知道自己使用混沌轻敌涅槃成功后 以后的炼体将使前途一片大好 混沌轻敌用来涅槃 实在是太可惜了 可是在叶末心里 这太无有所值了 只有用混沌轻敌涅槃 才可以体现出他炼体功法的价值 对了 还有那个真兵鱼 不知道他现在炼体怎么样了 至少可以享受一下自己 涅槃成功的欣喜 想到这里 叶末迅速一个清水爵 换上一套衣服后 走出了这四颗巨大的火树之间 不过他走了几步后 又回过头来 随手在这四颗巨树上 写了四个字 叶末涅槃 总算是将心中的欣喜 分享了一点出去 这才施施然地离开了这里 叶末并没有走多久 就看见了站在远处的真兵鱼 此刻叶末心情大好 真兵鱼也变得没有之前那么讨厌了 兵鱼师姐 你能到这里来 应该晋级神经了吧 恭喜恭喜 叶末抱拳笑着说道 真兵鱼冷冷地说道 你要恭喜的是你自己吧 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涅槃成功了 没错 多谢兵鱼师姐提供的混沌轻敌消息 不然的话 我就算是涅槃成功 也不能这么完美 叶末心情很好地回答道 两个人在这火灵中说话 完全不在意周围恐怖无比的温度 对了 兵鱼师姐能来到这里 早就晋级神经了 叶末忽然问道 真兵鱼心里 其实也是为叶末高兴的 叶末的努力 他是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叶末有一些不良嗜好 可是叶末在修炼上 和对大道的执着上 并不比他差 一个人闯荡天狱虚空 为了得到混沌轻敌 他浑身血迹斑斑地回来 想他涅槃成功 吃的苦头肯定不会小了 不过他不喜言笑 说话的语气依然轻了 谢谢你的炼体功法 我确实是早就晋级神经了 我还去看 说到这里 真兵鱼感觉到不对 他突然住口 叶末皱了一下眉头 自己炼体是赤身裸体的 之前真兵鱼不到神经 无法到他身边去 再加上火灵中神石无法扩展 他倒也不担心 而现在真兵鱼到了神经 肯定就可以到他身边 一旦真兵鱼到了他身边 那岂不是说自己的身体 又被这个女人看个精光 想到这里 叶末心里就有些不舒服起来 他盯了真兵鱼一眼说道 之前我涅槃沉睡的时候 你去看过我 没有 真兵鱼说完这句话 自从济世以来脸 第一次有些红了 他倒不是因为 看见了叶末的皮囊害羞 就算是叶末脱光衣服 站在他的面前 他的脸也不会红一下 他也不是因为说谎话尴尬 而是因为 他是第一次说谎 还有些不大习惯 没有 叶末冷笑一声 你知道说谎的时候 脸会红吗 难道你不知道 自己的脸红了 真兵鱼语气一塞 他当然知道自己脸红了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自己一个悬仙了 也是神经的炼体者 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的脸红 我已经警告你了 我的身体在我眼里不是皮囊 我们的道心不同 如果你还要这样 我们一拍两散 你试炼你的 我试炼我的 想到自己沉睡当中 被一个女人盯着自己的身体 这就罢了 关键是 这个女人看着自己身体的时候 心里说不定还在想着 这里有一副臭皮囊 叶末就有些不舒服 真兵鱼真是有些气洁了 如果不是为了大道 他肯定转身就走 之前自己看见叶末的时候 心里害怕他发飙 当时就走了 没想到他 还是发飙了 也没什么东西 可看的 我的皮囊你不也看过 如果你要看 我再脱光一次给你看看 真兵鱼冷声说道 说完再次不舒服地补充了一句 哪怕你的修炼之心再坚定 就你这道心 也注定 你无法有更高的成就 叶末懒得在理睬真兵鱼 和这个女人 讨论脱光衣服的事情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虽然真兵鱼很想继续在这里面 炼体到涅槃再走 可是叶末已经准备出去了 他只能跟上 和叶末一起修炼的好处 他已经体会出来了 多了十几株六月子灵不说 还多了混沌轻敌 又多了炼体功法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 叶末是一个炼丹大师 就算是他身上 现在也没有四品仙丹 以后如果在混沌心域 修炼到大仙 四品仙丹是必须的 就算是走路上 也大占便宜 之前没有叶末斩杀无影销 他们就不会这么快来到这里 所以 就算是叶末再发飙 他也要跟上他 只要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他什么都可以不在意 这些便宜对叶末来说 也不损害什么 他问心无愧 叶末确实也少不掉真兵鱼 这个女人 对混沌心域的了解 比他精通多了 他要在混沌心域 找到更好的试炼场所 就必须要让他带路 接下来 你想去什么地方试炼 真兵鱼见叶末不理睬他 只能主动问了一句 有没有修炼神识的地方 叶末知道 境界提升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他需要持续闭关 而神识 对他却太过重要 必须要尽快提升 你还有神识功法 真兵鱼震骇地叫了出来 他早就怀疑 叶末是不是有神识功法了 现在叶末要修炼神识的地方 他立即就问了出来 叶末直接摇头说道 没有 难道没有神识功法 就不能去修炼神识的地方修炼了 就算是自己有神识功法 叶末也不会在真兵鱼面前暴露出来 真兵鱼淤了口气 心里还有些怀疑 却摇了摇头说道 那倒不是 只是没有神识功法 想要修炼神识 却是千难万难 修炼神识的地方 在混沌心域很多 混沌心域第二层 最著名的修炼神识的地方 就是搅魂域 在搅魂域 搅魂域 叶末突然打断了真兵鱼的话 重复了一句问道 他想起了搅魂藻 怎么这名字 和搅魂藻一模一样 真兵鱼疑惑地看着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就是搅魂域 怎么了 我是一个仙丹师 你应该知道 我曾经见过一个介绍仙灵草的御检 在御检中我看见了一种可以修复神魂 也可以修理神识的灵草叫搅魂藻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叶末若无其事地答道 真兵鱼并没有怀疑 嗯了一声说道 搅魂藻 我当然听说过 在仙界是修炼神识最高等级的好东西 明早可以炼制双神丹 双神丹是六级仙丹 也是为仙之下 最好的恢复神识 修复神识 修复神魂的丹药 暗藻更是难以寻求 因为暗藻可以炼制九品的仙丹 地神丹 地神丹 就是为仙都难以求到 珍贵无比 叶末暗赞真兵鱼的剑矢比他强多了 他还以为暗藻炼制的双神丹品质更高呢 原来暗藻是炼制地神丹的东西 可见 他实在是太土包子了点 跟这种有剑矢的女人一起 倒也不错 我听说搅魂藻的出现 还和混沌心域的搅魂域有关系 只是也不知道真假而已 因为没有人知道 哪里有搅魂藻 珍兵鱼继续说道 叶末听到这里 心里却是一动 没有人知道 不代表他也不知道 他不但知道 搅魂藻在什么地方 身上还有大量的搅魂藻 第1598章 无双仙殿 你说一下搅魂域 还有那里为什么和搅魂藻有关系 叶末立即就想知道 上次他进入的海角 是不是和搅魂域有关系 珍兵鱼应了一声说道 听说远古仙剑 曾经出现过一个绝世大能 此人叫母无双 母无双此人性情孤僻 并不喜欢闹事 但是却喜欢男女之事 这点和你一般无二 叶末冷笑一声说道 那母无双既然喜欢皮囊之事 应该成不了大能才是 他怎么成为大能了 我倒是有些奇怪 珍兵鱼似乎没有听出来 叶末的讥讽一般 继续诞生说道 正因为他的这个缺点 他才没有成为巅峰大能 结果下场凄惨 说罢也不理叶末 自顾继续说道 那母无双有18个妃子 每一个妃子 绝世无双的女子 他也是一个多情之人 对每一个女子 都是极为娇宠 直到有一天 他受到了33天 第一天狱的天主 轻微天位封先帝的邀请 封先帝是33天的第一先帝 虽然不一定是第一高手 慕无双却要给这个面子 所以他带着自己的 18个妃子去附会 当时封先帝 除了邀请先帝慕无双外 还邀请了上十一天狱的 另外十一个天主 这十一人都是先帝尊者 一场仙果盛会 本来也很是舒畅 兵主尽欢 就是先帝也无法控制 在盛会即将结束时候 却出了事情 甄冰鱼说到这里的时候 叶末也有些好奇了 他连忙问道 什么事情 先过宴会之后 魏风先帝带着客人 去仙池园赏花 问题就出现在了仙池园 慕无双在仙池园 看见了自己最难以忘怀的女人 那是 他在晋级大仙之前 最喜欢的人 后来 那个女仙失踪了 他一直没有找到 他没有想到 那个女人竟然在 魏风先帝的仙池园中 而且还是魏风先帝的妃子 慕无双虽然孤僻 却是一个性情中人 他根本就没有想后果 就冲向了那个女仙 甚至还冲到了 魏风先帝的家眷后院 一把抓住了那个女仙 问他为什么 甄冰鱼叹息了一句 摇了摇头 显然认为慕无双太过激动了 叶末心里已经有些明了 无双先帝的这种做法 确实太过了 敢冲进魏风先帝的家眷后院 甚至还要抓住那个 应该成了魏风先帝妃子的女仙 这后果不是一般的轻 不过叶末随即就自问 如果是她的话 她那个时候能淡定起来吗 换句话说 如果有一天 她在某个先帝处 看见了慕小韵 她能保持冷静 叶末打了个冷战 她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想到这些 可是她却知道自己的性情 绝对无法保持冷静 哪怕她知道后果 她恐怕也无法保持冷静 后来打起来了 叶末叹息着问了一句 甄冰鱼点点头说道 当时没有打起来 但是魏风先帝火气很大 极其愤怒 她邀请无双先帝前来赴约 却被无双先帝调戏她的妃子 这给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 更何况是她轻微天的天主 当时其余几位先帝就互相劝说 总算是平息了魏风先帝的怒火 但是无双先帝 却需要对她做出一些赔偿 本来无双先帝赔偿一些 这事情也就结束了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无双先帝根本不依不饶 依然要带走魏风先帝的那个妃子 她说 魏风先帝大怒 当场要让无双先帝 将其余十八妃子全部留下 否则这事情没有结束 结果是双方大打出手 叶末忽然冷笑一声说道 魏风先帝和其余的先帝 邀请无双先帝的时候 魏风先帝难道不知道 那个女仙曾经是无双先帝的人 既然知道 还让无双先帝在仙池园中 偶然看见了她曾经的女人 估计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真并于冷眼扫了叶末一下才说道 你这话如果敢出去在别人面前说 我不敢保证你能活过三年 叶末知道真兵于是好心 也没有反驳 见叶末没有反驳自己 真兵于总算是输了口气多道 因为道理在魏风先帝这边 在无双先帝和魏风先帝大打出手后 其余十几名先帝都站在魏风先帝这边 联手对付无双先帝 叶末心里暗惊 既然需要联手对付 那就说明 那个无双下先帝实在是太厉害了 否则就算是她没有道理 别的先帝也不会联手对付她的 那一战 打得惊天动地 日月无光 从轻微天打到了虚空 从虚空打到了中天狱 又打到了夏天狱 就算是星空中的星球 在那一战中都被毁灭了无数 如果不是在虚空中打斗的话 说不定连天狱也会被毁灭掉 无双先帝虽然还没有成就无上大道 不过修为确实是通天 十几人对付她一个 她硬是斩杀了九名先帝 最后重伤逃进了混沌心域 真兵于说到这里的时候 叶末心里一惊 立即问道 你说那个木无双在混沌心域 是的 当初她无路可逃 逃到了混沌心域 不过追杀她的卫风先帝 和其余几名先帝也受伤极重 他们知道 无双先帝必死无疑 不想和无双先帝一般 进入混沌心域送死 当时的混沌心域和现在不同 当时的混沌心域进去是必死的 更不要说木无双已经重伤了 真兵于回答道 那无双先帝确实是死了 叶末再次问道 真兵于点头说道 应该是死了 因为数十万年之后 又有数名先帝 联手闯荡混沌心域 结果在混沌心域第二层的搅魂域 看见了无双先帝的遗骸 而那搅魂域 也是无双先帝的一个小世界所化 据说在搅魂域当中 有无双先帝的传承 因为无双先帝的传承 可能在搅魂域 无数年来 许多的仙人都进入混沌心域 寻找无双先帝的传承 可是从未有人找到过 后来这里渐渐地失恋最佳所在 而无双先帝也渐渐被忘却 但是搅魂域却一直在 那搅魂藻是怎么出现呢 最开始的时候 有人在搅魂域找到了搅魂藻 但是随着去搅魂域的人越来越多 可以找到的搅魂藻也越来越少 到了后来就彻底找不到任何一枚搅魂藻了 因为在搅魂域的陨落机会太大 后来去的人就少了 直到又过了数万年 修真界有人带上来了搅魂藻 在搅魂域很容易陨落 是的 最初的时候 陨落的几率大于一半 到找出搅魂藻后 陨落的几率就更大了 后来虽然陨落机会减少 但是那里只能淬炼神石 去的人也少了 那无双先帝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 无双先帝除了有数个小世界外 听说还有一个真灵世界 他进入混沌星域后 他的真灵世界也消失不见 那无双先帝 为什么可以一个人对付许多先帝 因为无双先帝有顶级的神石功法 就算是修为和他一样的先帝 在他的神石功法下 也毫无逃命机会 原来是这样 叶末点点头 心里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无双先帝会被算计了 无上神石功法 这种东西就是大杀器 他只是通过一个低级妖兽的神石功机 衍生了一门紫眼神魂切割 就已经能做到许多同阶修士 做不到的事情了 那顶级的神石功法 别人不济觅 那才是怪事了 更何况 目无双还有真灵世界 真灵世界虽然比不上混沌世界 比小世界强了无数倍也不止了 大能修士的真灵世界 是可以存在最高修为 是化真修士的世界 如果大能修士 允许自己的真灵世界修士飞升 那化真之后 就可以飞升仙剑 超越真灵世界 可见那位封先帝 绝对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存在 只是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得逞 为封先帝是不是还活着 叶末心里对这位封先帝 已经有些不爽了 这种算计人的家伙 留着是一个祸害 或者是他感觉 这无双先帝 有些类似自己的近况 起了同情心 真兵于无语地看了看叶末说道 33天最有威望的先帝 就是卫封先帝 你说他是不是还活着 在十万年前 卫封先帝 还亲自去过脚魂域查探过 在得知无双先帝确实死了之后 无双先帝那18个 被卫封先帝软禁的妃子 全部失踪了 一说是他们自尽了 还有说有部分自尽 有部分逃走了 那引起冲突的女人呢 我怎么知道 真兵于白了一眼 叶末后继续说道 我要和你说的 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 而是另外一件事 你在远信物的时候 是否看见了 有几千级封天狱试炼的仙人 我看见了 怎么 叶末点头说道 他们就是去搅回狱试炼的 我在第一层的时候 听见过两名试炼弟子的对话 他们的意思 是在搅回狱中 寻找无双先帝的遗迹 真兵于答道 叶末有些疑惑地在问道 你之前不是说 这混沌星域开辟了无数年了 也有许多人来找无双先帝的遗迹 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吗 真兵于皱着眉头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次疾风天 要做出这样的举动 本来我打算也去看看的 后来遇见你后 炼体到现在 那搅魂欲进去后 神识会受限制 所以 进去的仙人 都会想办法 延伸自己的神识 一旦神识真的延伸了一点 那就代表你的神识进步了一些 所以 搅魂欲确实是淬炼神识的最好地方 叶末没有在犹豫 直接说道 我们现在就去搅魂欲 第1599章 诡异搅魂欲 自从搅魂欲试炼陨落率下降后 到混沌心欲第二层试炼的仙人 有一小半 都是去搅魂欲的 哪怕第二层除了无影霄 还有突然出现的空间漩涡 可是也挡不住更多的仙人 去搅魂欲 淬炼自己的神识 虽然神识功法极其稀少 可是神识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修士都知道 修为越高 神识的重要性就越大 对别的修士来说 从地面行走要安全很多 对叶末和真冰鱼来说 当然是从空中飞行 要安全很多 十天后 真冰鱼的采云杖 落在了一片废墟之外 这是搅魂欲 叶末惊异地盯着眼前 根本就看不到边的废墟问道 他看见这个地方 竟然想起了无心海的落魂须 而且他感觉这个地方很诡异 没错 就是一独特的诡异 不大像一个淬炼神石的地方 同时叶末也没想到 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城市 而且还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城市 只是这个城市早已毁灭掉了 是 这废墟就是搅魂欲 有的人说 搅魂欲是无双仙帝的小世界所化 也有人说是真灵世界所化 不过在很久之前 确实是有人在废墟当中 找到了一些不错的东西 不但有很多的高级仙灵草 还有一些顶级功法之类 但更重要的是 这里是淬炼神石的最佳去处 真冰鱼不厌其烦地回答道 搅魂欲的外面 还有一些没有进去的试炼仙人 这些人看见叶末和真冰鱼两人 从空中飞了下来 都是惊异不已 在混沌星域的第二层 空中飞行的 无影霄比第一层要厉害太多了 虽然好奇的人很多 却没有人上来询问 叶末看起来 才精仙初期修为 可是浑身透露出来的彪悍气息 比一般的玄仙还要重 而真冰鱼更是娇美无双 就算是仙人看了 也会多看几眼 更重要的是 这个亲历无双的女仙 虽然已经是玄仙修为了 看起来却以那个精仙男子为主 很明显的 这个精仙初期 不是莱莉菲同一般 就是自己本身隐秘了修为 叶末当然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 他刚刚涅槃 彪悍气息 还无法完全隐秘 引起别人的关注 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位朋友 难道你不怕无影霄 一名看起来 极其雄壮的精仙圆满修士 走到了叶末面前 抱全问了一句 他的好奇心 比别人看来要重得多 哪怕很多仙人都担心 这个极其雄壮的精仙圆满 也都想知道 叶末和真冰鱼 是怎么在空中飞行的 叶末却并不在意 直接答道 我的飞行法宝 可以感应到无影霄的偷袭 所以只要时刻做好准备 一旦无影霄偷袭了 马上就出手斩杀就是 这么说 你已经杀了不少的无影霄了 那问话的精仙圆满连忙 急促地问道 叶末点点头说道 也没有斩杀多少 不过七八只而已 朋友 我有很多的仙灵草和炼器材料 能不能换取你的 无影霄妖丹和主语 这精仙圆满修士说完 根本就不等叶末回答 直接在叶末面前 拿出树珠仙灵草 同时手一挥 带出来了一堆 炼制仙气的材料 叶末看见这些材料 心里立即就动心了 他现在还不能炼制中品仙气 而这些材料中 还有一些仙级四品材料 你想换多少 叶末看着地上的一堆材料问道 你看能不能换取五对 不 只要四对无影霄的主语 和四枚妖丹 这精仙圆满修士 听到叶末似乎愿意换 连忙说道 叶末成因片刻 这些东西的价值 远远比无影霄四对主语的价值要高了 只是无影霄不易列取 价值更不容易估算 三对加妖丹三枚 叶末想了想 还是压了一点价格 成交 这精仙圆满 更是毫不犹豫地 将身前的东西 全部推给了叶末 显然三对价格 已经是他打算之中 看见叶末真的取了 三对无影霄主语 和三枚妖丹 递给这精仙圆满 周围的人 纷纷要过来和叶末交换 因为叶末连炼器材料也要 所以来交换的 都是炼器材料 毕竟仙灵草对修炼的作用 远远强于炼器材料 只是短短时间 叶末在混沌心域 第一层域下来的 机队无影霄主语 就全部被换走 至于他在第二层 列取到的无影霄材料 叶末暂时没有打算交换出去 他换取这些材料 就为了自己 晋级掀器大师准备的 真兵鱼和叶末相处的时间越长 对叶末反而就越不了解 他知道 叶末可能是一个仙丹大师 也知道叶末是一个二级仙阵师 更知道 叶末现在的修为 至少是精仙中期 还知道 叶末是一个仙涅体的炼体者 现在他已经开始怀疑 叶末又是一个仙气师了 而且还是一个仙气大师 这种事情他没有问 他知道自己问了叶末也不会说 交换完无影霄的材料后 周围的仙人 哪怕是悬仙看叶末的眼光 也有些敬畏了 叶末拿出来交换的无影霄材料 都是活真价实的 说明他想要无影霄材料 随时可以列取到 这种人岂能简单 叶末走到最先和他交易的 那个健壮金仙圆满面前抱拳问道 这位朋友请问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也是去缴魂玉试炼的吗 当然 那金仙圆满修士 从叶末这里 换到了三对无影霄主语 对叶末感官非常不错 现在叶末问话 他更是没有半分隐瞒 我是来自疾风天大智仙门金光仙门 这次是我疾风天所有仙门试炼 也是大笔 怎么笔 叶末连忙问道 搅魂玉中的神石 是无法伸展出去的 但是仙缘力丝毫不受影响 谁可以在搅魂玉中 找到更多的搅魂姑 谁就是优胜者 那金仙圆满修士回答道 搅魂姑 叶末皱了一下眉头 回头看了看真兵鱼 真兵鱼也摇了摇头 表示他并不知道 什么是搅魂姑 那金仙圆满修士 呵呵一笑说道 你们不知道 也很正常 搅魂姑在搅魂玉当中 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最多不过数年的时间而已 就因为出现了搅魂姑 我们疾风天才 举办这次大笔 这样不但可以收集更多的搅魂姑 也可以体现大笔的公正性 这搅魂姑 有什么作用 叶末又问了一句 搅魂姑 可以炼制恢复神石的丹药 是二品仙丹 虽然对大仙作用微乎其微 但是对玄仙之下的修士 还是有不错的作用的 而且搅魂姑还可以直接使用 用了后 甚至可以从搅魂姑当中 领悟神石运用的奥妙 这金仙修士答道 叶末呜了一声问道 那你找到了吗 这修士摇头说道 修复神石的仙灵草 哪怕是三级以下的 也极其难找到 我不要说找到 就是看都没有看到 说完他想起了什么 拿出一个图地给叶末说道 你看 这就是搅魂姑 叶末看见那图上 画了一枚灰褐色的蘑菇 并没有多出彩 这才抱拳说道 多谢朋友了 我们要去搅魂欲试炼神石 就此告辞 叶末说完 直接跟随真兵鱼 进入了眼前的废墟城市 果然他一进来 就感觉到自己的神石 立即被压制到一米之内 不过他并不担心 他有吉星泽的经验 等会他运转三生诀尝试一下 说不定还会恢复 就算是不能恢复了 叶末也不担心 他现在是仙涅体的修士 岂能怕神石被束缚住了 唯一有些担心的是 进入这里面后 他那种诡异的感觉 更加强烈了 真兵鱼跟随着叶末一起 进入搅魂欲很深后 这才有些疑惑地说道 叶师弟 我师父来过混沌心欲数次 而且我极箭门掌门 也来过数次 但是从未听说过 搅魂姑的事情 我感觉这事情有些古怪 搅魂姑能修复神石 哪怕是再低级的仙灵草 也是非常珍贵的 怎么可能没有传出去 叶末点点头说道 确实是古怪 不过现在 我们也没有找到搅魂姑 就算是再古怪 也不知道古怪在什么地方 只有等我们 找到了这种蘑菇 看看是不是这样 那就知道了 三天后 叶末和真兵鱼 已经来到了搅魂欲的深处 在一处残破的石屋里面 叶末布置了一个隐秘禁制 对真兵鱼说道 我要试试看 能不能恢复自己的神石 真兵鱼并没有多奇怪 只是点头自顾做道 一边等候叶末 叶末在吉星泽 可以恢复修为 在这里说不定也可以 叶末并没有担心真兵鱼 这个女人虽然和她不是一路人 却也守信诺 不是一个恶劣之人 更何况 她已经知道自己 能恢复神石的事情 没有必要继续隐瞒她 努力一天后 叶末发现自己的神石延伸 超出了两米 但是在努力之下 就更是困难了 叶末取出一枚明枣 开始一边吸收明枣 一边继续勉强延伸自己的神石 让叶末惊意不已的是 她使用搅魂枣 神石延伸的极其迅速 一块明枣用完 她的神石已经可以到达百里之外 又是一天时间 叶末的神石完全恢复 这才停止了继续使用搅魂枣 此刻她已经明白 搅魂欲对别的修士来说 是淬炼神石的地方 对她来说 却似乎没有多大的作用 再说了 如果她的神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恢复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淬炼她的神石 第600章 对镇大乙仙 叶末刚想出镇 神石就扫到真兵鱼 正和一个胖子打斗 真兵鱼此时已经不在石屋里面 而是在距离石屋不远的地方 只是她显然不是那个胖子的对手 如果不是那个胖子在调戏她 她早就被杀了 叶末冷哼一声 随手收起镇旗 一步跨出 此刻真兵鱼拼命的一招 正被那胖子反击回来 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向叶末 咦 原来是有肩肤的 难怪舍不得离开这里 那胖子显然也看见了叶末出来 叶末伸手接住真兵鱼倒飞过来的身体 随后给了她一枚丹药说道 你先谢谢 这胖子我认识 你不是她的对手 真兵鱼知道叶末的本事 结果丹药点点头 也没有说话 直接退后 让叶末没有想到了的是 眼前这个胖子 听了叶末的话后 眼里立即就露出了骇人的目光 语气冰冷地说道 原来是你们两人 叶末皱了一下眉头 还没有说话 这胖子就立声说道 混沌轻敌是不是你偷走了 这话让叶末心里一惊 难道用混沌轻敌练体后 还有气息不成 自己并没有感觉出来啊 真兵鱼心里也是大惊 他没想到叶末的混沌轻敌 是在这个胖子手中偷走的 这家伙好大的胆子啊 刚才他已经试过 这个胖子应该是一名大仙 而且他的神识还残留部分 至少有相当于虚仙的层次 想到这里 真兵鱼连忙说道 这人有神识 相当于虚仙 叶末却知道这胖子叫韩卫尘 是一名大仙仙 修为比他高了数个档次 如果不是在搅魂欲 他现在是有多远逃多远 一个惊仙中期 就算是再逆天 也不可能是一个大仙仙的对手 让他疑惑的是 这胖子怎么看见自己 就知道自己偷走了混沌轻敌 他拿走混沌轻敌 应该只有真兵鱼知道啊 叶末只是思虑了片刻就明白过来 原来不是混沌轻敌 炼体有气息外露 而是因为自己说错了一句话 刚才他说 认识这个胖子 而胖子却从未见过他 所以立即就猜测到了 之前吉星泽的事情 说 是不是你 胖子再次立声和问道 显然还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的语气却有些颤抖 他现在巴布的是叶末偷的 如果是叶末偷的 那他就不用和其余三人分混沌轻敌了 他将一个人独占混沌轻敌 一旦得到混沌轻敌 他会马上离开混沌星域 逃得远远的 闭关修炼 废话才多 叶末直接祭出子叙 当头一刀劈去 韩卫尘再不问话 浑身杀气凌厉 狂暴的仙缘 甚至卷的周围空间 啪啪作响 他一个大乙仙 拿出全身的本事来对付叶末 就算是神识通过秘书 也只能控制在虚仙左右 发出来的声势 也不是叶末可以抵挡的 叶末眼里露出凝重 第一刀就是幻云阵杀刀 这虽然是 他在修真界领悟的刀法 可是随着他的修为提高 刀阵也远远不是当初可以相比的 无穷无尽的刀芒 瞬间就被批杀了出去 而且 此时韩卫尘的淡红色小塔 也砸了下来 叶末却松了口气 这个韩卫尘 如果不用法术 直接硬拼 他只能躲避 用法术 就必须要受到神识的限制 区区一个虚仙神识 就算是他的先缘强悍 自己先涅体让他砸一下 也毫无关系 所以虽然那塔越来越大 叶末却丝毫不见 反而在幻云阵杀刀寄出后 再次批出了幻云玉杀刀 同时数十道黑色的雷弧 和无影也寄出 就算是一个神识 被压制的大乙仙 叶末也不敢有丝毫大义 韩卫尘红色的小塔越来越大 塔还没有落下 无数淡红色的光芒 已经射在了叶末的身上 一种撕裂的痛楚传来 叶末心里大惊 他想不到自己先涅体的身体 竟然会在这红色的光芒下受伤 不过此时 叶末已经来不及改变战略了 他更是催动仙元和神识 驱动子序 仙涅铁 果然是你 给我死来 韩卫尘知道 叶末是炼体修士 而且还可以施展神识后 不禁反省 他知道自己猜对了 那个去集星泽的家伙 果然就是眼前的这个炼体者 但是下一刻 数十道雷弧落在他的身上之时 他就震惊地叫了出来 你的神识 竟然半分都没有受损 你是怎么办到的 此刻叶末哪里会回答他的话 黑色的雷弧剑 一波接着一波 同时又是数十道神识刀 直接切了过去 红色的小塔 在射出无数的光芒后 犹如流星般地 直接砸向了叶末 而此时 叶末的神识刀 已经斩杀在了这胖子的石海边 一阵耳朵 都可以听见的嗤嗤声传来 韩卫尘本来通过施展秘术的神识 立即就萎缩起来 下一刻 他的石海就重伤 同时喷出一口鲜血 失去了神识控制的红色小塔 砸在了叶末的身上 让叶末吐出一口鲜血的同时 再无光泽地落在了地上 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神识功法 韩卫尘惊骇大叫出声 同时更是不要命 重新叶末举起拳头 就是一拳砸了出去 他石海受伤 无法再寄出法宝和任何东西 只能使用拳头 此时叶末的子婿 也同样地披在了韩卫尘的身上 带起一盆鲜血 叶末来不及管子婿的战果 因为此时韩卫尘的拳头已经来了 大乙仙就算是只有拳头 也威视惊人 拳头出来的瞬间 就一具将周围的空间完全笼罩住了 就算是叶末想走 也无法挣脱这大乙仙人的仙缘拳风 叶末心里同样大海 他想不到 一个大乙仙人 拳头带起仙缘束缚 甚至相当于一个强大的玉 让他除了硬炕之外 别无他法 叶末惊骇之下 只能疯狂地运转仙缘 想要就寄出子婿挡住 同时也催促无影攻击 境界相差太大了 就算是叶末有神识 也无法在战斗中占据主动 如果在吉星泽 说不定他还有赢得希望 因为在吉星泽 行卫尘的先缘力 也会被束缚 可是在这里 行卫尘的先缘力 却没有半分的束缚 看着斗大的拳头积来 叶末想要努力控制子婿挡在前面 可是偏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似乎只要多出那么一点点 他就可以挡住这拳头 他想躲避 却被周围狂暴的先缘拳风挡住了 叶末心里焦急万分 哪怕他已经极尽全力了 可就是慢了那一步 就在叶末要拼着 被韩卫尘击中的时候 韩卫尘的拳头终于缓了一下 叶末心里大喜 他知道 肯定是无影偷袭得手了 这个机会他 哪里还会放弃 子婿疯狂地来到了拳头的前方 一刀向拳头劈去 换云华山刀 好狡诈的畜生 韩卫尘眼里露出疯狂 竟然不顾叶末的子婿 更是催动自己的拳头 扑 子婿劈中拳头的中间 一刀血光闪过 被劈成两半的拳头 竟然丝毫不减速地击中了叶末 叶末狂喷出漱口鲜血 却感觉到 自己似乎被那拳头吸住 而拳头上疯狂的仙缘 依然不断地传来 叶末心里闪过一丝绝望 他想不到 一个没有神识的大仙 还是如此厉害 他就算是有无影帮忙 竟然还不是对手 如果不是他已经仙涅体了 说不定现在都已经被杀了 无穷无尽的仙缘力 从被叶末劈开的拳头中 涌进了叶末的体内 叶末大口吐血 他无法逃走 心里却很清楚 等无影被韩卫尘逼出去的时候 自己将毫无抵抗能力地被杀 咔嚓 一声极为细微地轻响 叶末知道 这是他的一条经脉断裂了 可是让叶末惊喜的是 他感觉到 涌往他体内的那种肆虐可怕的仙缘力 竟然突兀地消失不见了 叶末浑身一软 在昏迷过去的同时 看见了韩卫尘的人头 带着一盆鲜血飞了出去 而无影追上了韩卫尘的元神 一口吞灭掉 真冰鱼手里拿着悬河剑 抬手抓起了韩卫尘的戒指 叶末晕过去之前淤了口气 他知道 真冰鱼应该不是那种黑心之辈 打抬手